其實就我的角度啦,你說高鐵跟台鐵哪個比較好,對不對,我怎麼比,有些公共工具,你看你的需求嘛,你說捷運比較好還是公車比較好,它有時候就是看需求,那這些都是工具啦,所以如果你會的工具越多的話,那變成你是可以選擇如何去達成這件事,但是如果你只會一個工具的話,比如說有人可能比較習慣 搭公車,那他就只能搭公車而已啊,那沒辦法其他來選擇,或者甚至有人只會開車,有的人好像就是除了開車以外,他其他工具不會,所以他變成說只能開車,所以有的時候塞車也硬著頭皮一定要塞啦,所以但這就不是很OK,所以我覺得盡可能就是說多一些選擇,像我是比較彈性一點的人,就是說我不會拘泥說同一種工具, 所以每一種工具我都會一直踹,OK,啊現在我覺得CHAGPD有個好處,就是說呢,你會其中一個你可以問他,請他幫你把那個程式直接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的程式嘛,欸真的他真的做的蠻好的,所以,像AI翻譯那個,就是不同的程式之間的程式語法,欸這是其實蠻做的蠻好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大概簡單比較一下,剛剛有提到啦,其實如果比比方說啦,Python跟VBA最大不一樣,其實就是說一個是自助餐嘛,有沒有一個是餐廳,那你說怎麼比,因為你如果用那個Excel是有付錢的,有沒有,那這個費用的話當然啦,可能也許是公司買斷的,跟你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公司有花這個錢,啊Python是不用花錢,但是前提是,他是非商業用途免費啦,不過他應該,你只要不要拿他來販賣的話,那理論上其實都可以自由的使用,但是有一個錢,有一個問題啦,就是他變成說他如果發生問題,你也找不到人可以幫忙喔,那底下的話當然啦,第一個喔,安裝環境,你會發現VBA, 我們在開VBA的時候,其實相當相當的方便,我其實我自己寫過很多語言喔,但我發現喔,寫程式裡面喔,真的最最最最方便的,其實就是VBA了,為什麼,因為你是一打開,開發領域打開,這邊VBA就打開了,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可是如果你假設,你是用Python的話啦,你可能還要再去裝一些,像一般,比較推薦的,像什麼Anaconda,有沒有,你叫他裝一些東西,然後裝,裝完之後的話呢, 你還要去把他run起來,那早期如果你要寫Java的話,更麻煩,要設定什麼環境變數啦,還要裝什麼JDK,一大堆東西,但是問題喔,這個喔,這個,如果你寫VBA的話,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喔,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喔,以SEO本身其實是可以拿來當資料庫的,可是如果像Python裡面的資料庫啊,那真的很麻煩,因為完全看不到,也就是說到底資料在哪裡喔,你也只能用想像的, 有沒有很抽象嘛,對不對,啊,所以喔,他的資料通常會放在哪裡,就我們,呃,Jason其實,他跟Jason有點類似,很多時候呢,都會放在串列裡面,串列就是中瓜湖啦,OK喔,或者像放在大瓜湖裡面,像字典裡面,OK,那其他的話,像是在Python裡面喔,他沒有所謂的錄製劇齊這個東西,所以像我們前面有一些程式不會寫的時候啊,其實我不是跟各位講喔,你用錄的嘛, 你不會沒關係,你可以錄,錄完之後可以自己改一改,不就有了嗎,對不對喔,但是呢,在Python裡面沒有這個東西,他沒有說你可以自己錄程式,他會自己幫你寫出,不行,沒有,你要全部都要自己來,OK喔,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喔,欸,樞紐分析表應該大家都有用過吧,樞紐分析表啦,樞紐分析圖啊,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工具很直覺,但是如果假設你用Python的話,你可能要,他有個模組叫Pandas,哇,這個東西, 就會非常的複雜,裡面要寫一個程式,OK,但裡面做的事情基本上很雷同喔,啊,其實還有什麼,圖表,像那個,以色列裡面畫圖表的話喔,其實蠻簡單的,有沒有,插了一個圖表,你給範圍,欸,畫圖也蠻,我是覺得程式也簡單啦喔,但是如果你假設用Python的話,你可能還要學會這個啦,MathPyLab,OK,啊,最後就是此類的啦喔,所以我最後其實有做一個結論,在之前那個,呃,講,上課有提到, 啊,Libia的優勢,我是覺得喔,它的最大優勢,就是它內建在Excel,啊,而且它有視覺化的GUI啦,就是它的操作都是視覺化的,我覺得買方便的,但是Python的優勢就是說,它其實有很多外掛,而且都免費,啊,將來如果你要延伸到AI的話啦,其實以這樣看起來,Support的話,當然還是以Python,我是覺得這部分是比較佔優勢,啊,可是這個你們可能就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啊,去做一個,嗯, 嗯,啊,這個,這個喔,不過當然以我的角度啦,我是覺得如果,最好當然你每個都去了解一下,齁,對大家,對自己應該是比較有一些,欸,可以將來可以選擇的地方,齁,好,那再來的話呢,我們把那個上個禮拜最後有提到就是說,喔,如果今天我有一個需求,我希望呢,把那個什麼呢,欸,就是環,這個什麼,應該這個,這個資料, 喔,叫Py2.5的資料,喔,欸,幫我把它變成一個表,以Sell的表格,但是我的來源,喔,不要用CSV,我用Json,喔,那這個Json的話,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喔,它裡面基本上長的就像這樣子,大瓜糊裡面呢,就是Key跟Value,中瓜糊的話呢,喔,那裡面就是,沒有Key跟Value,就是一個清單的資料,啊,它你,第一個啦,哇,光看到這個頭都暈了,所以我剛好提到,喔,這Ctrl-A嘛,Ctrl-C,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這邊,但記得要先切到這個Test,然後把它Ctrl-V貼上,貼上之後,切過來之後,你就可以知道說它的結構啦,有沒有,它裡面有10個Key,那這個10個Key裡面的話,喔,欸,那我只要裡面的recourse,所以呢,我程式該如何寫,啊,這個其實上禮拜有寫過啦,所以,當然呢,在Excel本身,喔,它,預設的那個環境裡面,並沒有提供那個Json的,這個讀取,所以, 後來我找了一下網路上,剛好有一個,我覺得網站,蠻好的,這個網站好像上禮拜有跟各位提過,這個網站的話,叫做什麼,叫做,這個網站,它這個,這個人其實,欸,不是這個,這個裝身趣味,這個是另外同學的,欸, 欸,這底下有一個,是Converter,啊,這個,這個,那這個網站的話,喔,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對於程式蠻有愛的,喔,所以它Coding as Love,所以它其實還蠻喜歡寫程式的啦,所以如果你有熱情的話,啦,自然學的就很OK,那裡面的話,當然有兩個步驟一定要做,喔,所以喔,特別注意這個複習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把它放到哪裡,放到這裡,所以如果假設,喔,你在你的程式裡面,喔,沒有看到這個東西的話,那很抱歉,你就沒有辦法,去把那個,欸,這個什麼,Json解析,喔,啊,當然你說,老師,我要自己寫,可不可以,可以啦,喔,可是很麻煩, 你乾脆,喔,人家,已經寫好一個模組,你就拿來用就好了,啊,這個模組裡面有個方法,叫做什麼,啊,好像PASS Json嘛,就是說幫你解析啦,喔,OK,那你就交給他做就好了,所以喔,我們從頭到尾再來好了,所以喔,假設啦,我們這個把它關掉,如果呢,我從頭,從頭把它,欸,如果我有個PM2.5的資料,我希望呢,能夠拿來解析的話,那第一步啦,喔,我們就是先開一個空白的活躍簿,對不對,喔,那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呢,就是把那個什麼,欸,這個Visual Basic裡面,那記得,喔,先匯入按右鍵,不是插入模組喔,是,匯入檔案,那那個檔案的話,請你要把它下載下來,好像上個禮拜已經下載過了吧,喔,OK,我記得好像我是把這個下載到我們那個,欸,下載這邊,喔,我看一下,應該是,這邊,呃,我好像有把它解壓縮啦,在這邊,喔,叫, VIP裡面,喔,它有一個叫Json Converter,那就這一個,點B,B,A,S,喔,這個檔案,那這個檔案的話呢,我就直接把它按右鍵,喔,匯入,喔,匯入之後的話呢,我找到下載裡面,喔,這邊下載喔,欸,叫什麼,Json Converter,啊,這個檔案其實,是放在我雲端上面的,喔,雲端白板最下面啦,所以你就把這個按右鍵下載,喔,下載之後的話呢,把它解壓縮啦, 那解壓縮就會有這個Json Converter的一個,一個叫點B,A,S的模組,喔,點B,A,S其實是一個模組,喔,有沒有,點B,A,S,那就把它開啟就可以了,喔,這個動作很重要喔,反正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把它外掛進來了,OK,喔,啊,其實啦,這個動作實際上就跟那個Python裡面,喔,把那個外掛模組加進來,使用到底是一模一樣的,喔,所以其實你說什麼不一樣,反正就拿邊來, 還掛上去就好了,喔,OK,所以其實差不多意思,OK,好,把它開啟,好,第一個step,那,所以呢,你一定要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那你就沒辦法解析這個Json,喔,所以你這個Json,第一步,喔,第二步的話呢,再到工具裡面,喔,設定引用項目,把一個裡面的,欸,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外掛,喔,這個外掛的話,實際上呢, 已經內建,已經幫你裝好了,只是說你接下來要把它打勾,它的名稱叫Microsoft,欸,叫什麼,ScreenPing Long Time,喔,所以這個的話,我一樣把它,第二個,喔,就叫這個,叫Microsoft的ScreenPing Long Time,就這一個,喔,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話,記得喔,設定,這個什麼,引用項目,喔,這邊工具,設定引用項目,這個恐怕一般同學可能比較少用啦,不過可能你多做幾次應該都熟了, 然後呢,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所以會出現Microsoft M,喔,然後再S,Scripting,喔,所以就S,所以往下找,O,P,沒有Q,R,喔,S,S應該有了,Scripting,喔,在這裡,有沒有,就這個名稱,喔,把它打勾,喔,所以,第一步是這個,去記啦,喔,以後如果你那個,這個一定要先,第一個step,第二個step,這個把它打勾,OK,喔, 好,這樣的話,第三個step就是把我們雲端上的程式碼拿來用啦,其實就可以run了,OK,好,第二步,按確定,好,那第三步的話呢,就是把我們雲端上面那個程式碼拿來,放在我們的這個VBA裡面,因為如果你要寫VBA一樣,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所以第三步的話,記得插入一個模組,OK,所以第三個step,所以這1,2,3,然後呢,這第三步, 就是把程式寫上去就OK了,那這個程式呢,上個禮拜我好像有run,就是跟各位講,在這邊,在雲端白板上面,喔,這邊有一個第12頁的地方,這邊有一個sub,就這一個,叫做,Excel,Jackson,其實就抓那個recourse,所以我取一個名稱,就是抓那個recourse的這個key,喔,那把這個範圍,程式呢,假設我們直接先拿來用,貼到哪裡,貼到這裡來,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把它run一下,其實程式就下來了,那其實它做的事情,也蠻單純的,它其實可以把它拆分開兩件事,第一件事情的話,這個程式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先幫我們把什麼呢,把放在網路上面的這個json,有沒有,用這個物件名稱叫hdcp,裡面的話有個open的方法,去開啟哪個網址,後面這個網址,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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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半 n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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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d。 Mako,那這個網址 XML也好,或者網頁的原始碼都會用到這個物件 XML、HTB物件,然後把網址給它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open 那就跟它講說,請你幫我連接到這個主機 這個主機網址在這裡,請你幫我跟它講 說我需要它的原始碼 所以open之後的話,後面就給一個動作叫send send的話有點像跟主機講說我要這個資料 send給它訊息 這個send給它有點像打電話給它 請提供給我,那個原始碼給我 它就會respond給我們什麼呢? 一個叫做respondtest的一個資料 所以respondtest裡面實際上給我的資料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資料,就是這一堆資料 所以它就把這個原始碼send給我之後放哪裡? 放在這裡面 這個屬性裡面 那我接下來再利用剛剛下載的這個叫什麼? jsonconverter這個模組裡面 它有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叫passjson 那就丟給它 顧美思義,pass就解析 json的話就是這個json檔案 所以這個名稱 上女朋友講到這個東西在哪裡? 就在這裡面 那你說這個在這個裡面哪裡? 其實我上女朋友好像教各位一招有沒有 就是你把油標放這邊按shift加f2 shift加f2 有沒有發現它會跳到哪裡呢? 其實就跳到這個jsonconverter裡面的哪裡? 裡面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程式在哪裡? 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它的程式裡面有一堆的寫了一堆的方法 其中有個方法叫做什麼? 叫做passjson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堆其他的方法 有這麼多 至於有沒有其他的功能? 有啦 只是說啦 其他的我們暫時用不到 我就暫時不講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那個網站上面去看看 他現在還有拍很多youtube的影片 光在那個網站上逛 我不知道逛多久 逛好久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有熱情 而且他免費提供寫好東西免費給我們用 我覺得這個也蠻厲害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到這個 這個網站應該剛好提到 叫做那個coding is love 這個其實還沒有一個人 就這個啦 OK 這裡面的話太多了 我就不仔細講了 而且他有youtube 他有那個youtube的網址 好像我記得他訂閱人數好像也不少吧 有沒有 好像沒有太多 好像只有兩千多個 比想像中還少 OK 不過畢竟這個是小眾 說真的誰會看這個東西 他們就那些人吧 要不算起來好像我的訂閱人數還比他多太多了 OK 不過他只有33部影片 因為他可能拍一拍 這個是真的要有熱情 不然說真的沒有人 我記得 你 這邊 你 你 去 你就 我们下期再见